這裡有帶幾個 帶一個 受困火場的民眾被救出 救護人員立刻將他抬上擔架 送醫急救 火勢已經被撲滅 但起火地點還是飄出陣陣濃煙 當時現場還不斷傳出 疑似爆炸的聲響 附近民眾都被在暗夜火警吵醒 趕緊出來查看 因為他的聲音是很悶聲的 不怕他那種聲音 說冷氣火花嗎 對 看起來是從冷氣那邊 起火 四樓 四樓 四樓冷氣的地方是不是 對 後面 這起火警發生在台北市康寧路 三段的一座公寓內 疑似四樓住戶的冷氣機 不知道什麼原因起火 凌晨1點40分左右 消防人員接獲通報趕到現場 20分鐘撲滅火勢 並救出受困住戶 有救出現場四樓的起火戶五人 及樓上34號及36號 也有救出四人 那其中有部分的輕微腔傷及 這個吸入容量的這種情況 那我們有中醫的部分有九個中醫觀察 所信這起火警沒有釀成重大傷亡 但詳細的起火原因 還有帶警消人員調查理清 接著侯宇翔 台北報導 早 Fate 旁邊忍 起火 entropy 旁邊忍 ём 旁邊忍